再来看到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针对于这个慰安妇的争议 终于出面来道歉了 又道歉又赔偿 不过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有关慰安妇这个争议 日本其实踩杀这惨了很久 他就是坚持否认 坚持不愿意道歉 那老师请问 安倍晋三愿意公开的 这样的道歉还赔偿 一定有说不得的压力吧 目前我的估计 应该是美国起的作用最大 美国啊 这个在国际的现实的环境下 才能够获得 才能够获得国际正义 因为照道理讲 他们应该对于台湾也要道歉 对不对 对于中国的慰安妇也要道歉 他应该要对全世界的 所有的慰安妇 美国人把他称之为 美国的前国务卿总理 希拉瑞把他称之为信奴 他都应该要道歉 因为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已经做出一个决议 他们有一个调查委员会 已经经过多年的调查 做了一个决议 也就是慰安妇 也就是信奴确实存在 而且日本要道歉赔偿 负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日本要对这一些 受害国要完全妥善处理 但是安倍晋三对于 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的决议 他基本上来讲是自自不理 对 他一直不理他 对 一直自自不理 包括菅义伟他们一直的态度 就是说不承认不接受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的这个决议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会发生 这样的一种戏剧性的转变 基本上来讲是朴槿惠上来了以后 把这个慰安妇跟韩日的关系 甚至韩日美的三者的关系 全部把它绑在一起 因为因此两国家关系很僵 也就是绑在一起了以后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认为他在东北亚的安全支柱 是建立在美日韩的军事同盟的关系 美日韩的军事同盟的关系的主要的对象 是遏制中国的发展 也就是为了要对付中国 为了要对付中国大陆 所以他不能够缺一脚 也就是不能只有美日 他必须要美日韩的三者关系 因为日韩要团结 要跟美国团结 但是朴槿惠很聪明的 把这个绑在一起 把慰安妇的问题 把死官的问题绑在一起的情况下 他改善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改善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以后 这个让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美国就给日本施加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美国曾经刚开始的时候 是先给韩国施加压力 要韩国推下这个苦果 韩国朴槿惠不理他 接着他又转向来向日本要求 日本要道歉 安倍晋算也不理他 可是我们看到了 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经过一两年的演变之后 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美国压力越来越大以后 美国开始转变他的态度 也就是事实上是给这两个国家 同时施加压力 所以我认为今天安倍晋三 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美国人最高兴 其次是日本 最可怜的是朴槿惠 因为当时朴槿惠的坚持 没有坚持多久 现在破局了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因为 朴槿惠面对他国内的问题 可能会比安倍晋三面对国内的问题 还要大 我们看起来看起来安倍晋三是 为了未安赴向韩国人道歉 但是他的后遗症太大了 为什么呢 我估计朴槿惠未来 他必须要尽快地处理 他内部的不满 因为他内部的不满 如果一直发酵的话 那么会冲击到朴槿惠的执政的 一个地位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安倍晋三的道歉 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 所以美国喜刑以外 你看到 但是安倍晋三是第二个获益者 虽然他内部有一些 所谓的遗族会有一些反抗声音 但是基本上安倍晋三是第二个获益者 我简单的分析给各位看 安倍晋三这一次 因为我们要问的不是官方的满意度 就是韩国政府跟日本政府 跟美国政府的满意度 我们要问的是受害者跟加害者 还有民间的舆论 对 就受害者跟加害者之间的态度 受害者满不满意 加害者可不可以接受 我觉得加害者的态度 诚不诚恳应该要看这两个态度 但是我们看到了 日本的加害者是认为不应该道歉 而韩国的受害者是不满意 因为韩国的受害者他要求的是 道歉赔偿法律责任 重点在于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追究 当时做这个决定的人 意思也就是说 日本的军方做出未来付决定的人 跟执行者都要付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就是名誉上要受损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送到东京战犯 没有受战犯审判的 你应该要重新检讨 好 我们看安倍晋三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强调道歉赔偿法律责任 三个成分 安倍晋三在这一次里面有道歉 也承认了他们的军方有干这种事情 也付钱 赔偿 但是他付钱的时候付十亿日币 各位想想看 韩国有几十万人 中国道路有几十万人 台湾都两千万人 台湾都两千人受伤害 好像不够 对不对 十亿算什么钱 台币才两千多万 台湾都两千的妈妈 就两千的女孩受伤害 每一个女孩赔偿一千万都不为过 两千人你十亿单单台湾都解决不了问题 不够 不够 好 那我们的问题来了 但是一刚开始谈判的时候 他们的棋手势很高 也就是说日本的外相说一亿赔偿 一亿赔偿 本来讲一亿 一亿日元 好 结果谈到最后是十亿日元 好像韩国的谈判成功了 增加了十倍 但是坦白说这叫做棋手势 我开出一亿的价钱 最后十亿成交 这个简直是羞辱你韩国人 这十亿就把问题解决了 给一个价钱处理掉了 这十亿解决这问题 这实在很难看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安倍晋三在最后 整个协议通过完了以后 打个电话给朴槿惠 他说这是我们两国之间的 不可逆的最终解决 听起来好像是说 安倍晋三承诺 他不会再推翻这个历史 显台时就是批评韩国 因为批评韩国在1965年 我已经给你解决了 你韩国人出尔反尔反复 然后你说1965年没有解决 又来跟我要 然后又再跟我要 我现在告诉你不可以再要了 到此为止没有了 对 这个潜台词的意思就是 就是有指责韩国方出尔反尔的意思 就到此为止的意思了 所以你看一面话听起来 好像就是说日本人不会翻案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谴责指责你韩国人 在1965年我们已经最终解决了 所以如此安倍晋三说 今后不会再次道歉 这个话讲起来其实有点 没有很有诚意 两个双方都已经签了协议了 那安倍晋三说到此为止 不会再道歉了 你已经签了协议 不可逆转 这是最终决定 这个时候朴槤会怎么办 朴槤会 好 接着最要紧的事情是在这里 同一天 我们讲是同一天 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召会 也是女性 女性她应该要站在 女性的受害者的同理心 结果她在当天 跑到金国神社去参拜 她的讲话是这样 她说这个这一年快要过了 我们要到金国参拜的 金国神社参拜的时间也不多了 机会也不多了 因为已经29号了 所以我要抓紧机会 赶快去金国神社参拜 做什么 参拜 参拜 金国神社供奉的除了为日本战争 牺牲的人以外 还有日本的战犯 而这个日本的战犯中 里面可能就有人 因为当时的日本的战犯 都是军方最高的决策者 这个最高的决策者里面 有一些决定是有决策 这个有关于慰安妇的 这样的一个最终决定的 拍板定案的人 你去跟她说 谢谢你为我们国家辛劳 坦白说这个对于韩国人 就打了两巴掌的脸 好 那为什么安倍晋三的 太太要做这件事 要抚平这个日本的右翼 尤其是移族会的可能 竟然那些声音 对 因为移族会一直不承认 这是我们的错 这是我们一直不承认 有慰安妇 这样的情景下 安倍晋三在内部 要抚平他的移族会的 这个右倾势力的一个 反对的声音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 难道不是用他的太太 女性的身份去肯定 那一些人做了 慰安妇的决定的军人 这样的一个意涵 不是很浓吗 这样的情形 就再度的修理了 羞辱了韩国人 这样的情形怎么会 朴槿惠未来的内部的问题 怎么善了呢 所以我个人的估计是 安倍晋三内部的处理 比较容易 因为他太太有做 做了以后 而且还在脸书上 公布他的照片 但是朴槿惠的处境 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那个马总统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也是要道歉 而且是要赔偿的 但似乎没有下文 对不对 我们是受害者 台湾的阿嬷是受害者 很多 你看两千多个 对 我们是受害者 受害者 你不需要去祈求 对方跟你道歉 天经地义该道歉 你日本人本来就应该道歉 就是你日本政府 本来就应该道歉 那我们这样跟他交涉 会有效吗 不是我去祈求你道歉 这是一个 第一个立场就不对 你不能够盼望 不能期望 不能祈求对方道歉 他是加害者 他本来天经地义要道歉 本来就应该道歉 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就要求日本要道歉 好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再强调一件事情 在国际的现实上 国际正义是要透过国际现实来的 意思也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给日本足够的压力 他不会道歉的 谁能给日本压力 谁能逼得你日本低头 只有美国 或韩国 韩国人都没有办法逼的 只有美国人能够逼得日本人低头 这个情形下 各位就可以知道 美国人什么情况下 才会出面来帮你逼得日本人低头 不要忘了 我们的台日的渔月协议能够签订 是因为台湾当时在钓鱼岛方面 有态度要介入的时候 要强烈介入的时候 美国担心台湾跟大陆联手 所以逼得日本人签了台日渔月协议